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板田战法 最近这一阵子如果台北股市大跌的时候 有很多投资朋友你在杀低的时候 那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指数呢明后天又准备挑战新高了 我想前几天有人跟你讲说 台北股市在这个地方 所谓的跌破颈线 这个地方应该看空 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我所讲的每一句话有没有应验 当时台北股市很多人在今天跟你讲 摁头成型跌破看空 然后我跟各位讲 我说这是胡说八道 为什么 在板田战法的教战守则里面 讲得非常清楚 各位 多头的行情 只要是多头的行情在这个地方 出现这种符号 我相信你下次会看懂这个符号了 就是说 多头行情当中只要出现这个符号 叫做拉回三五支 拉回三五支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图形在哪里 当时在这个地方我跟大家讲说 多头行情 你只要看到这个符号 拉回三五支 你一定要是在进场购入 进场购入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符号 在不在这现场 可能今天没有带过来还是怎么样 好 这地方来 各位看一下 来 多头行情 有没有看到 回档三五支 投资朋友应该购入 有没有看到 回档三五支 投资朋友应该购入 我记得这一次哦 我在这个所谓的 每一次跌破的时候 或是连去击杀重挫 很多人在杀低的时候 我都一直当时跟他们讲 苦口婆心的讲 不要杀低 这个盘只要是回档三五支 只要是回档三五支 只要是回档三五支 你看三次哦 第一次哦 第二次哦 第三次哦 我讲的话有没有应验 我说如果你握有这本 百年战法的交战守则 操作守则 你绝对不会杀低 我印象中最深的一次 这一次 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一天融资减了23亿 各位可以去看看 三天跌220点 各位过去这一段路以来 我一直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你为什么要看我们的节目 为什么我敢事前的分析 事后验证 我如果没有印象中没有戳好 昨天笃定告诉你 今天台北股市一定收红 为什么收红 因为它出现的是 类似多头气音的图形 我昨天在早上的现场节目当中 我讲过了 我说台北股市 它出现的叫做多头气音 前天的行情是这样 昨天的前天的行情是这样 有没有 这是今天 昨天 昨天跟前天出现这种现行 这个现行叫做多头气音 多头气音是什么意思 它是一个多头翻转的形态 我笃定告诉你 台北股市明天一定会涨 各位今天有没有涨 你说老师 这只是一天 各位你仔细看 你看我这节目以来 我一直跟你讲 我坚持两件事情 第一个 我绝对不说谎 我有告诉你什么 我有做什么 我在什么节目讲 我都会公开验证 第二件事情 我一定做到 事前分析事后验证 你回过头来想 在台北股市 今年1月2 在这1月3号的时候 台北股市出现 7855的时候 当时这个地方叫做流星 有没有 这个地方出现流星 我跟大家怎么讲的 我说流星符号的出现 就代表盘市要拉回了 流星符号的出现 代表盘市要拉回了 有没有 当时有没有拉回 拉回第三支的时候 很多人就在这边担心害怕了 我说敌人反手就做多 为什么 因为多头行情 拉回三五支的时候 你一定要站在买方 对我要告诉你这个秘密 为什么 这个东西 他能够事前分析事后验证 这个东西的作者 原来的作者 叫做本监中九翁 他是一个日本 非常有名的股神 那他最高纪录缴税 一年可以缴到24亿 当然我讲的是日币 那一年缴税 操作股市缴税 可以缴到24亿 那他本身是在 过去是在所谓的一个 我们讲说过去日本的一个 德川家康时代 那他当时在大阪的股物市场 他的全名叫做本监中九翁 本监中九翁 好像念起来蛮不顺的 本监中九翁 他又有一个别名叫做板田先生 因为他在大阪的股物市场 从事一个股物的交易 那他大概待了五十年 在这市场待了五十年 这五十年当中他去察觉说 这里面有一些符号 只要这个符号一出现 比如说大跌之后 大跌之后 当天台北股 当天股市开低走低收最高 这个叫做锤子 这个叫做多头锤子 那后面行情百分之九十以上 几乎都是涨 他就会专门研究这个所谓的符号 K线符号 你常听人家说股市是经济的领先储窗 我常常告诉你一件事情 叫做技术面是基本面领先储窗 当技术面开始反转的时候 或是当技术面开始做头向下的时候 他通常都告诉你 未来有一些还不知道事情要发生呢 就像过去我们看红达电 在一千三百块 很多人跟你讲一千六一千七会来 可是一千三就开始做头了 等你看到红达电业绩一直衰退的时候 哇已经跑到四五百块三四百块 两百多块了 你怎么办 所以我常常讲说符号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所谓技术面这个东西 是一个基本面的领先指标 它会反映未来的 那这个所谓的一个技术面K线理论 它在多头的架构当中有25种符号 在空头的架构当中有23种 你只要根据这种技术形态 你就知道说明天台北股市 到底是涨还是跌 答案就清楚了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说 第一次出现所谓的 在这个地方七八五五的时候 我曾经跟大家讲 这个叫夜星 夜星是一个反转拉回的讯号 有没有夜星是一个反转拉回的讯号 然后我说盘是会拉回 三天的时间跌了163点 我当时记得很清楚 七八五到七六九二 拉回三五支的时候 我曾经跟各位讲 一定要站在买方 结果短短的三天时间 又谈回了153点 这个是跌163点 这个是涨153点 到了这一天的时候 各位记不记得 我跟你讲说 这叫空头直带 有没有 当时跟你讲 这个线已经叫空头直带 然后隔天呢 出现掉人线 空头直带 我怎么跟大家讲的 我说空头直带的出现 隔天盘中必见即杀的低点 但是各位你要把握那个低点 然后呢 当天跌91点收盘 居然涨4点 昏倒 当天跌91点 收盘便涨4点 收盘便涨4点 大家看起来很高兴 哇 买盘的力量 这个低档有人承接 然后大家都跟你讲看好 那个时候很多人跟你讲 有圆月的红包行情 讲这些话的人 等到他钓人线回挡的时候 开低走低回挡 三天跌220点的时候 跌破这个颈线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跟你讲完蛋了 这个地方已经形成空头了 开始天要塌下来 你要驾人 要死掉了 没有办法救了 这个地方要反 这个全面的 不管是翻空也好 逃命也好 很多人都跟你讲 只有我说 当天我在节目上公开的讲 我说今天的全国媒体 一定所有人都跟你讲 自己是空头 这里头部成形 因为这个地方 M头已经延然成形 又是一根长黑重挫 我跟各位只讲了一句话 当时我拿出这百年战法的交战手则 操作秘笈 各位 人家花了50年 我花了20年写这三本书 人家花了50年找了45个符号 我花了20年写了这三本书 我当时只拿了这个符号告诉你 我说回挡三五师 投资朋友应该做进场购入的动作 你看在上升的多头走势当中 市场常常会出现回挡三支五支的日线 这个所谓的日线的现象 回挡三支可以进场 回挡五支就是加码持有 各位这个都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今天只要花一个月的时间 或者三五这个一个礼拜的时间 你把技术面的东西稍微看一下 你就不会像人家一样 这一天急杀重挫 融资居然减了23亿 大家拼命杀 也不知道杀什么意思 杀好玩的是不是 杀好看的是不是 杀吓死人的是不是 我跟大家讲回挡三五支 这个地方全力做多 我说台北股市不管怎么样 这个地方全力做多 然后呢四天的时间涨了170点 来到7773 来到773 记不记得出现掉人线 我说高点不多 隔天不能开所谓低盘 还好隔天没有开低盘 那高点不多了 接着下来 各位看一看接着下来 这几天台北股市有没有 接着下来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当时第一个掉人线出现 三天跌了220点 有没有三天跌220点 第二次掉人线出现的时候 有没有第二次掉人线出现的时候 三天的时间又是跌了100多点 那跌了100多点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 我说 这个我如果印象都没错 是礼拜五 我有没有在这节目跟你讲 我说下礼拜 任何拉回 全力站在买方 我跟各位讲 技术面就这样 多头行情 有没有 多头行情 这是一个多头行情的结构 回挡 回挡三五支 一定要站在买方 我讲的话有没有 跟你讲得非常清楚 上礼拜五 我记得上礼拜五这个地方 我跟大家讲说 下礼拜任何的拉回 全部站在买方 各位今天指数怎么样 创上礼拜跌幅的高点 你自己扪心自问 当时我在这边跟大家讲说 那这个阶段要买什么股票 买底部起涨的股票 买这种低档底部开始反转的股票 那这个地方什么叫底部反转的股票 最近我在做哪些股票 那我想我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 我也公开的跟你介绍 我说我最近都在做这种股票 来都在做这种 即将突破下降反压 或是刚刚突破下降反压的 你记不记得礼拜四 开始我跟各位讲说 任何人来找我 我都一定让你买这种底部股票 礼拜四礼拜五买 礼拜一买不到 这是我最近锁定带各位操作的股票 今天中午的节目当中 我有免费公开的送给大家 那是中午的时候 那我也诚实跟你讲说 这里面有一档股票 已经今天涨停板锁死了 前一天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当这种股票你去买的时候 各位你可能买不 你可能就说买它不动 因为它在发动的黄金交叉前面 但是等你在后面买的时候 第一个你买不到 第一个你会变买不到 第二件事情你可能将来 连拉回的机会都没有 开始喷出的时候 你根本就是必须要追的 但是我一直跟你讲 你一定要提前的布局 一定要提前布局 这是我最近跟大家讲的 一些底部的股票 那待会回到现场的时候 我会拿出这些证据来给你看 就是说 从过去以来一直到这个地方 那我一直跟你讲 什么地方行情怎么样 哪时候该再在买方 哪时候该再在卖方 我讲得非常清楚 各位今天有很多人来加入我的行列 我跟你讲一个观念 我看到手中很多的股票 有的手中十几 十几档的股票 其实我比较有印象的是 它的一个奇美也好 友达也好 是买在三十多块 我问他说 哇你买了三十多块 你能放到现在 而且十几档哦 那个股票十几档哦 我跟他讲说 如果你今天做股票做到这么多 有差不多两三位 我当场用电话跟他谈 我相信也有人在电视机前面看 那我当时跟他谈说 如果十几档买了这么多 你会造成什么现象你知道吗 赚钱的哦 一两块就赶快跑了 赔钱的十几块还放在那边 各位我今天要公开的跟你讲哦 台北股市目前还是这相形震荡格局 还是相形震荡格局 各位接下来哦 底部反转上来的哦 像这两天我跟你讲 这种底部反转上来的股票哦 是趋势开始往上的哦 这些股票你要赶报哦 要赶买哦 即使出现涨停板 你还是要继续赶报哦 但是有一种股票哦 比如说像这种股票 有没有 像这种股票大力光 怎么办 这个高没过 今天谈要不要卖 我跟你讲答案非常清楚 一定要卖 没有过高的股票 那麋后天谈起来 没有过高的股票一定要卖 像什么大力光啊 2498的宏达电啊 宏达电啊 或是像2317的鸿海啦 这些股票高点一定要卖 很多都是这种标的 我今天都特别把它找出来 甚至来找我人 手上有这个股票的人 我一定告诉他你要调整 但是这种底部起涨的 他刚刚过高的 刚刚过高趋势开始反转的 那这种股票你一定要留着 那麽简单的来说 就说如果 从明天开始啦 是反弹的股票 是空方反弹的股票 来到了高点 没有过高之前 如果真的过不去的 你一定要卖 但是如果是那种 底部进场布局的 你不要担心喔 大盘现在轮动喔 虽然先谈这种 所谓全职股 涨得比较凶喔 可是后面 他一定会谈这种 底部刚起来的股票 买这种股票你会安心 各位这些前两天我都讲过喔 当时我在用这档股票跟你比拟 我说上瘾 有没有 有没有 我讲的这档股票 有没有 你现在根本买不到 各位前两天 我一直跟各位讲 第一点你赶快进 赶快进 可是你现在买不到 为什么买不到 我待会回到现场再跟你讲 当然买是一定买得到啦 只是你要追高了 可是前两天 第一点一直跟你讲喔 那到底像 大力光啊 宏达店啊 鸿海啊 TPK的陈宏啊 如果没有过高 来到哪里该卖 那么以及 这个地方有些底部起来的股票 如果你没有参与的人 还有机会这两天参与吗 有 下个季度回来跟你一起分享 加一箱活菌猪肉 全程活菌饲养 自然提升猪脂免疫力 绝无药物残留 活菌猪生产自动化电载 低温氏 低温分切 低温运送 一贯作业流程 是从牧场到餐桌 都安心 且换销日本的活菌猪肉 加一箱活菌猪 肥瘦都好吃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投雇 顾得投雇 顾得投雇 顾得投雇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雇 顾得投雇 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雇 顾得投雇 顾得投雇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投雇 顾得投雇 顾得投雇 顾得投雇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雇 顾得投雇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台光牌照明 高功率音数95% 全系列LED产品灯泡系列 台光牌LED产品灯具系列 欢迎再度回到百年战法的现场 我跟你讲 什么股票可以爆 什么股票要把握这波反弹的高点 站在卖方 如果你真的不懂 你来找我 但是我现在都把例子给你看 为什么说这个波段 你必须这么做 就是说 什么样的股票你该卖 什么样的股票你该留 来各位看一下 我给你看事实证据 这波7855 7845这个地方 就这18天以来 在这区间震荡 大盘债券一直震 我们先看大盘好了 来 这18天以来 大盘债券一直震 总共18天 各位看这个资料 从1月3号的高点7855出现 这个1月3号的高点7855出现 到1月17号的7603低点出现 这个7603低点出现 这边走了18个交易日 好 外资净卖超 扣掉昨天的 112亿7千 112.7亿 外资净卖超112.7亿 投信净卖超 82.85亿 82.85亿 最大的卖压区在7823到7855 各位注意哦 明后天来到这个地方一定要观察哦 如果是要冲冠过高的 各位听清楚 820以上的量 是过高的讯号 如果连820都走不出来 那这个盘会延长整理 再度拉回 我把话先讲在前头 那参考的指标看台积电最好 我认为这波有机会挑战新高 台积电只要在100块以上 这个多头走势就特别强劲 大家有信心 台积电如果在100块以下 我认为是延长整理的格局 那台积电今天收多少 台积电今天收101 所以你要观察 他也尴尬 这边102 这边98 中间是100 然后呢 是一个强弱分水嶺的指标 你看台积电最清楚 好各位听清楚哦 那接下来什么样的股票要卖 什么样的股票要买 来 听清楚哦 这个叫做大力光 这叫大力光 这是第一 这是第一个高点 这是第二个高点 各位 这种股票弹起来 一定要卖 你不要说 899块不舍得卖 结果呢 它的股价跌到哪里 跌到705块 跌了200多块 我相信那波买融资人 绝对断头了 这种股票要卖 我再讲一遍哦 是这种哦 高点出现拉回来跌 跌升弹着 跌200点 弹着780点 780块的 跌200多块 弹780块 这种股票弹起来 没有过这高的时候 你一定要卖 好当然 如果它有实力 再挑战新高 你当然不要卖 那这个中间 我一定会帮你顾着 这种股票要卖 来 还有什么股票要卖 这种股票一定要卖 这种股票一定要卖 红海 这是一个空方走势的反弹 反弹到哪里 你不要预设任何立场 看到卖出的指令讯号出现 你就要站在卖方 好这种要卖 然后呢 什么股票要卖 这种股票也要卖 2498的宏达店 是整个空方式的 它卖要卖在什么地方 不是这附近 就是这附近 好我先跟你把话讲 讲清楚 说明白哦 那除非看到它营收是 立刻的反转或是成长 这个时候你才要考虑继续留 这种股票来到高点 来到相对高点 我认为调节一下就好了 好要调节一次 那有的股票是长线 有的股票短线 所以这两天记住 有的股票一定要卖 有的股票你可以继续报 什么样的股票继续报 来看这个地方 什么样的股票继续报 这是我跟最近跟大家讲的 我做的股票 我最近都锁定这种股票来做 就是锁定这种底部起挡的股票 这种股票一来抱着 当然今天这前两天轮动 没有轮到他们 这个我诚实讲 礼拜四礼拜五都一直买 可是礼拜一我买不到了 今天不用买了 今天那个价位绝对买不到了 各位甚至这种股票呢 今天出现涨停板 这一支出现涨停板 我都跟你讲很清楚哦 这种都是底部刚刚起来 在第三个阶段我讲过了 诚实邀请所有的投资者提前布局 我说为什么这种股票要布局 你注意听哦 来我当时举了这个例子 我当时举了这个例子 我跟大家讲说 其实在这个阶段 我用试实给你看 我说这档股票叫做上银 好这档股票叫上银 2049的上银 这个波段它从底部刚开始 一直往上串的时候 我曾经跟大家讲 你要买你要买在这个地方 可是这个地方怎么买 它一定有个符号 它做三角收链平行整理 一定有个符号会先出现 什么讯号先出现 它会出现外资跟投信 法人在这边大买的动作 在压缩要喷出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喷出的时候 它会出现外资跟散户 不是散户抱歉 外资跟法人大买 所谓外资跟投信大买 外资跟投信就叫法人 外资投信大买 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 有没有 那我说好 我现在跟你讲 一档一模一样的股票 那在这你要提前布局 我有没有跟各位讲说 这档股票的技术面 叫做头肩底 这档股票也叫做头肩底 有没有 也叫做头肩底 我说这是完全相同的一档股票 我说它在底部 那当时这档股票是上银 是200多块 那这档股票是 几十块而已 二三十块而已 我跟各位讲说 它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突破下降反压 中长多走展开 第二个外资投信 这几天已经买了七千多张 已经买了七千多张 已经到七千零八张 有没有 我给你看这个东西 我讲得很清楚 我说我最近 都在买这种股票 但是我有强调一个重点 我是提前布局 既然是提前布局 它就是一定 让你买到之后才涨 我的预测 最慢是后天 最快是明天发动 这是当时我跟各位讲 最后买进的观念 证据 礼拜一这个已经买不到 然后呢 我说它现在股价在这个地方 各位今天已经过了四天的新高了 已经过四天新高了 那我讲过 我说我最近 一直在做这种股票 我最近一直在做这种股票 好了 这几天大涨了 你也买不到那个价位 我上个礼拜 有没有连续性一直跟你讲 提前的邀请大家提前要 好 现在开始了 今天这些股票涨了 今天这些股票怎么办呢 过去这些股票没有人敢买啊 最多只是跌升的反弹 减少亏损啊 真的买的人是法人在买 散户不敢玩的啊 所以这波你看到今天全职股大涨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也没有买啊 你只敢看不敢买 前一天跌的时候还在庆幸啊 今天大涨觉得懊恼啊 各位根本不必这样子 这是一个轮动很快速的 你知道守住你的饭 吃你该吃的饭 不必说今天这个我也要沾一点 明天这个也要沾一点 我今天比如说台币升值 我去买资产股 或者原物料股 我赚大钱 明天马上台币强制贬值三角多 我马上跳回去买电子 我跟你讲 没有这么厉害的人 我跟你保证没有这么厉害的人 我们是人不是神 所以我们知道 安分守己的努力 经营我们那一块就好了 各位前一天我 有没有公开跟你讲这些股票 有没有公开拿这事实跟你比 拿这事实跟你比 有没有 我有没有跟你讲 最后压缩即将喷出 各位已经买不到低点了 已经买不到低点 我说我最近都在做这种股票 都在做这种股票 各位 今天这档股票涨停板 这一档形态的股票 已经涨停板 各位我讲过了 很多东西你要提前布局 不管产业反转 法人反转 你一定要提前布局 各位 这两天底部股票即将喷出了 如果你过去来不及参与的人 或是你手中有一些股票 需要调整的人 或是你在这边不知道股票 该怎么去处理的人 我们今天只要你愿意跟着我们操作的人 我们提供三个加入我们行列 提供三个免费的持股诊断 跟所谓的一个换股操作的动作 那免费的 但只有三个名额加入我们行列 你可以利用 专做底部奇长股 赚红包 倒数计时的专案 三星彩 我们开红盘才起算 这段时间加入行列的人 不收你任何费用 想要换股底部进场的人 想要利用这个专案来持股换股 操作的人 把握这个优惠的机会 节目中广告知情专线全面开放 欢迎来电加入我们行列 祝福你 操作顺利 年同时间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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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不浅淡温暖 细心的微笑 低调 但实在 真心诚意 只为了让你满意 我们有信心 让你好放心 微笑MIT 值得信赖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投顾 顾得投顾 顾得投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投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投顾 顾得投顾 顾得投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投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投顾 顾得投顾 顾得投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投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这里不只是物流公司 引进ICT技术 掌握服务时效 用科技整合物流金流 提供创新物流服务 这里用服务打造世界级数店 用科技让服务更迅速 每年吸引150万旅客 让服务业跨越国界 推动服务业科技化 及国际化 做就对了 呼吸 让氧气变成微氧化碳 呼吸 让微氧化碳 还原成氧气 守护一个梦 一份信息 一种态度 种子注入大地 树苗从容不迫地长大 让地球继续 用力呼吸 全民简单 海台湾 大家一起来 这里是我最爱的地方 这里有我最美的记忆 这里有最疼我的亲人 出发 返乡创业 青年创业启动金 带给您第一桶金 0800-06-1689 幸福会关心您 锦舌添花色更鲜 行程空洞来起